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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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鬼 很多人都会问 在人间道和在鬼道 其实我差别最大是什么呢? 当然在鬼道里面 受苦的成分 一定比在人间道里面 更加重更加深 根据佛经的记载 鬼和天人本身 都会有神通 而人是要经过修炼 才可以获得部分的神通 这可能就是人和鬼 之间的最大分别 人所见到鬼的面目 都是由鬼的神通 幻化出来的 当然鬼的神通 不单是幻化面目那么简单 他们其中拥有一样 叫做神足通 他们可以来回于人间 地狱和鬼道之间 全无障碍 但是当然神通都有等级之分 鬼道里面不是所有鬼的神通 都是一致性的 有些能力高些 有些能力低些 就以神足通为例 能力高些的 他们甚至可以去到天人的地方 能力低些的 可能只可以上到人间 就是因为这种神足通 我们逛街的时候 遇到鬼 绝对不出奇 因为他们同时间 也在逛街 遇到鬼 儿子